Leyo聊世界天天中心 大家好我是Leyo 今天來看凶人對上吹著羅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基圖 好現在來看一下12點方向的藍色玩家 是天才少年 那他選擇的文明是凶人 凶人的特色是他的騎兵文明 是比較厲害一點的 他有遊俠也有大陸馬 那他的馬攻路線到地用時代有八折優惠 而且他最大的特色是不需要蓋房子 開局就是200人口 但是木頭一開始會減100 那凶人後期的科技線通常都只能走遊俠或馬攻路線 所以打法上很容易被限制住 當然中期或後期也可以考慮轉重裝長槍兵或是大槍兵去反制駱駝 那整體路線來說還是圍繞在馬攻路線 才會成為凶人的主力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吹著羅人 那吹著羅人的特色呢 是他的軍事單位 有這個薩地利科技的關係 所以都食物消耗減免非常的多 而且他是擁有大陸馬跟重裝駱駝的文明 但是缺點是沒有三級攻 但是他的騎兵增傷的效果 又讓他的騎兵不會到非常爛 甚至是有點強 甚至這個閃避馬都有這個效果 那吹著羅人的後期呢 有這個大象弓兵 也可以點下前線衛隊 讓駱駝跟大象的近戰防護力提升4點 非常的多 那後期的組合呢 通常是走這個大陸馬或是駱駝 相公火槍 作為主軸 那他的槍兵路線是不能升級的 這一點在對戰時候需要特別注意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目前看起來 HERA這邊的開局地圖點位 右邊一塊黃金 左邊一塊三塊黃金 都是偏正面的位置 而且旁邊沒有木頭 這邊有木頭 但是是高地也不能補TC 所以這邊防守也會相對來說困難一些 但這邊可以考慮補一個城鎮東西 但城鎮東西往前盖 風險自然也會高 前面這個地區要是拿不下來 可能會一直被對方高打低壓制住 這一點是需要特別注意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天才少年這邊的地形 這邊的地形前面有一塊黃金後面有一塊 黃金的位置其實跟HERA差不多 但好處是有一塊在偏正後方 這個農起來也比較沒那麼容易被騷擾到 所以少年這邊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而且這個黃金位置也偏左邊 但是一樣的問題就是要怎麼圍家 是個重點 兩邊的地圖都是相當開闊的地形 好 兇人天才少年現在是已經準備升到了封建時代 這邊是一個極速升級 可以看到這邊是16P點封建 那HERA這邊是18P正常開局 但這邊兇人並沒有偷支部 如果有偷支部的話這陣子就是太扯了 超級極速升級的兇人 好 兇人16P漏馬 來了 馬就也補下了 資源用的剛剛好 好 馬上點下一級伐木 HERA這邊則是慢了一些 但沒有辦法 這個是現在正常的升級方式 那HERA這邊偷支部要被制裁了嗎 一刀拿下 最近HERA偷了支部之後 開始被偷村的機率也開始變高了 又被偷了一村 好 這邊是肉馬開局 好 一出來被扁一刀兩刀 直接賺個兩個刀還不錯 開局先把一隻肉馬打到殘 好完蛋了這個村民又要在11村了 HERA開局死兩村 肉馬還在砍 這隻脫民最後想要追把自己也追死了 這樣是 開局死三村 有點慘烈 有點慘烈 OK HERA現在是19村打了12村 村民處已經有了差距 那現在HERA要打贏的話 也可以考慮去挖黃金出鱸駝 但是黃金現在要怎麼挖呢 是個一大問題 而且現在挖黃金的話 也會讓自己的農鐵拖慢 所以這個時間點不太適合去採礦 好 那HERA現在要把自己的肉馬 開始往前送了 自己有駱駝騎兵的優勢 把壓力轉嫁給少年 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但少年也可以按個槍兵防守就是了 這裡要不要按個槍兵呢 好 再按個一隻 戳到一下 兩下 三下 四下 哇靠 這個槍兵戳到四下 最後再用這個城鎮的東西給收掉 一隻刺喉 少年這邊的細節操作很漂亮 這個槍兵拉打 大家都覺得說只有弓兵可以拉打 但是在職業選手的世界裡 風箭時代槍兵拉打是最可怕的 因為你很難收掉這個槍兵之外 他又可以打出沉盾的傷害 你根本不會想要跟會拉打槍兵打 好 那現在少年補下了更多的村民 來到了三十村 HERA這邊則是來到了二十六村 這邊互打之後 終於把這個駱駝奇兵給搞定了 那HERA這邊是直接鬼轉毛兵防守 待會兇人的小工 招了 好 這波再互打一下 兩邊繼續追逐 看起來 這波打架打一打 兩邊都是小打小弄 好 少年 這邊是開始囤了工兵 待會工兵 囤上去之後 城堡時代也可以轉這個 奴兵 配騎士的路線 好 少年現在暫時不敢出門 現在HERA的戰毛兵也出來了 好 後面稍微圍一下 點一下城堡時代 HERA這邊離城堡時代 反而是有一段距離 好這裏沒有劍塔 來看一下 少年要怎麼守這一波 露馬配戰毛兵 好戰毛兵打多了 傷害還是夠的喔 好 村民往後拉 補下傷害 一刀兩刀 三刀 最後一刀沒出去傷害 HERA這一波太慘了吧 好 HERA看到你生死在 趕快來插劍塔 直接控你的主機 這個馬座也快被打掉 HERA這一波垃圾兵 公兵已經出來 射了一下毛兵一些血量 看這邊的部隊數量實在太多 毛兵第一次點掉槍兵 槍兵現在還有兩隻 肉馬這邊直接上來 對著村民一戰爆砍 這波一定要換 這裡有換到就很賺 最後只換到了一村 後面公兵再多點肉馬 但是後面的毛兵打傷害 打得很痛 公兵就被點掉了一隻 好 後面這裡沒有辦法維持 直接拉村民過來打架 他前期打得很兇 這一波 HERA打出了自己的優勢 按時代上已經落後了很多 待會HERA要面對的是 封劍打城堡了 呃 少年 這邊上去還是要出個騎士吧 騎士這個點得出來嗎 這個馬就好像會被點掉喔 好 聰明直接扁 把這些肉馬給扁到只剩下一隻了 少年這邊直接撿了四村 HERA的村民處現在遙遙領先拉 31對38村 好 直接鬼轉馬弓 看轉馬弓最大的問題是沒有黃金 甚至沒有二級色 黃金歸零 好直接在前面補一個TC OK 那這樣可以確保住黃金了 那這樣馬弓就可以穩定生產了 雖然主金現在被控 但是這個TC開起來問題不大 好現在要全力守住這塊金 不能被騷擾到 這些毛病也是一大問題 待會可能還是要再補一個馬就 要去點這個跟蹤技術 還有品種都還沒有點 好 HERA這邊率先點出了跟蹤技術 大量刺猴追著馬弓跑 馬弓現在不能不敢回頭射 現在連二級射都沒有 好馬弓現在遇到毛病的騷擾 有沒有辦法做反擊 很難受 二級射存個15塊黃金 要點嗎 好先累積一下 這邊馬弓的數量 好這裡稍微收存 好馬過來 想要找殘血的 但是血量其實都是滿的 OK 那工數量來到了4隻 HERA這邊 現在這邊在等待機會 升上10代 好 家裡的田已經來到了23片田了 好 這邊有個細節 這邊把羊放進去之後 這裡還把這個自動耕田給取消掉了 這樣田呢 就不會因為一直沒有一級農 一直重新再撒這個沒有一級農的農田 這樣木材消耗會有點太快了 通常撒第二輪田之前 會先取消這個 點完一級農之後再繼續復更農田 好 那現在雙人這邊也開始去撒農田 讓雙TC的運轉更加流暢 這裡馬弓走進來 被關扁獸 但是 有點尷尬 這裡關扁獸馬弓還是有點痛啊 畢竟有二級射 好 這裡要盡可能多抓村民 兩邊的村民數終於平衡了 40村打40村 HERA這邊也是偷抓到了一村 OK 看起來 這一波 HERA是稍微小傷了一些 兩邊現在經濟量來說 還是HERA領先喔 好 補了一個馬就 好 在跟蹤技術 還沒有補 還是要先補個騎士呢 去抓一下這些毛兵 好 這裡馬弓 快要抓掉這些弱馬了 但是跑得很慢 對不到 好 HERA決定要走騎兵路線 最近 他的騎兵增傷是遊戲裡面最多的 好 這裡想要鑽動 但是沒有動 好 好 兇人點出了一隻騎士 好 拉騎士過來 唉唷 毛兵又點掉了一隻 好 這裡馬弓終於點掉上面的毛兵 騎士稍微巡迴了一圈 想點掉落馬 落馬點掉 殘險的毛兵應該快要潰不成軍 這裡馬弓直接硬追 也可以把這裡吃掉 前線補了一個工程七製造所 這裡有一波多線 這邊少年打得很好 好 騎士終於抓到 上面的騎士稍微擋一下 OK 城堡時代以上 要不要先有個青騎兵 二級馬鎧 青騎兵差30塊黃金 這裡肯定是要生青騎兵的吧 肉馬數量這麼多 不剩一下 輸不過去 好 這裡血量有點慘了 要不要先回家補個修道院 按個生旅 先把血量拉起來 再繼續打 那甚至大會可能要考慮點個戰毛兵了 不然就是要直上閃避馬 但黃金數量要先穩定下來 好 這裡直接補馬舊 看來是要走閃避馬路線 黃金的部分要再繼續補了 好 清騎兵繼續爭取時間 好 少年也點下了跟蹤技術 品種還沒有點 好 騎士過去把這些毛兵給搞定了 現在黑拉家裡 轉出了一些駱駝 防止騎士的騷擾 但是少年是直接把騎士給拉了回家 黑拉這一波清騎兵沒有回家的原因 是因為想要爭取更多的時間 不要讓馬工弟先到自己家本土 但這邊肉馬的血量實在是很殘啊 一直一直的倒下 這一坨肉馬已經沒有辦法做到太多的效益 但是爭取時間來說已經做到了他該做的事情了 好 這邊直接裝 裝掉了一隻騎士 好 那目前TC還沒有補下 待會要找個機會去挖個石頭 不然就是要去買賣了 那黑拉現在覺得說自己已經生死在慢了 這一波好像要再打一下 看能不能再打出更多的優勢出來 不然現在村民術落後 至少要先打個一波 抓到村民再開TC才會平衡一下戰局 好這一波馬工繼續射 閃避馬給壓力 收村再放出來 好 黑拉這一波騎士送掉了 好 馬工再頂掉 彈道學終於好了 有彈道學的馬工就會很安心 這邊直接硬抓村民又抓了一村 黑拉這一波硬抓抓得很漂亮 現在是一個多線騷擾 前後都有騎兵正在砍村民 但後面的TC準備要收掉這些閃避馬 好16隻的馬工現在有足夠的影響力 好補下第三個射箭場 現在兇人的兵力不是很穩定 好這些閃避馬一直在繞 想辦法想繞到這些 打木工 在打木工這邊圍得很好 好這邊直接抓村民抓四村沒問題 彈道學點光 漂亮了 但是黑拉也不甘失落 直接硬上 這邊有上一隻村民在這邊挖礦送田 我肯定是要開打的 哇這一波打下去閃避馬吸了非常多的傷害 好但這一波打完之後 黑拉的村民術也被平衡了一些 兩邊的術 哇結果左邊 這裡終於挖出了一個洞 打了進來 最後收掉了上面這四五隻的村民 尷尬了 黑拉 經濟 又回到旅園點 好是少年才對 少年這邊經濟回到旅園點 48對48 哇黑拉還在抓村 又炸了一村 好猛好猛 好閃避馬出來之後 現在兇人也不太敢正面硬打 這邊正面開戰的話 馬弓是打不贏閃避馬的 這邊還是要找個機會 好先把後面那個附近的箭塔給拆掉 好馬弓過來 重手一下 現在直接衝 又多抓幾村 閃避馬這一波打得很好 閃避馬在左右抖動想要躲掉帶刀雪的箭矢 但是最後還是被射倒了幾隻 好這根箭塔拿下之後 就可以補下陳真東西 可以拿劍狀 趕快拉著村民往左跑 這邊再圍一下 關本獸來得及嗎 來不及 後面再來圍過去 應該是 跑掉了 好這後面的部分又來 一直收村 少年一直收村 沒有辦法正常的種田 戰場在少年家 少年有點渾身乏術 這裡蓋TC反而沒有辦法很好的蓋 這裡用少量的閃避馬去吸引到了馬弓的眼球 很淡了後方的閃避馬還在輸出 砍掉了非常多村民 城堡時代 直接被抓了37村 這樣還能繼續嗎 HERA這一波的閃避馬弓是非常的猛烈 好再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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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地圖不好 就打強軍事 這個是很好的一個觀念 現在HERA跟少年 都想要盡可能的 把自己的強軍事給打出去 現在很明顯是HERA站上了風了 那個閃避馬 垂遲讓HERA的騎兵騷擾 讓他延長更多的壽命 跟這個騷擾時間 雖然沒有開城陣中心 但至少已經打出了很多村民 好那現在這裡打算繼續猛攻 沒有打算要去補城陣中心了 HERA現在這邊最大的問題是 沒有點下二級伐木 這刀到木頭待會夠不夠用 目前的狀況來說 HERA還是能夠正面打得以馬攻了 馬攻依舊 依舊需要做拉打的動作 才可以打出更多的傷害 但數量來到30隻之後 其實 HERA的閃避馬也有可能會被秒殺的 好這裡抖動一下 好再砸個一發 點掉一隻 數量夠多了 29隻了 好閃避馬直接衝進來 收村往後跑 目標是後面的城陣中心 村民們在發呆 OK 沒有收村 這一波沒收村 又要再死一大堆村民了 HERA這一波多線打得很漂亮 前後都在開砍 下面這坨兵還在打 後面的閃避馬已經打掉了大約8隻 主流的村民 閃避馬直接射爆了正面的 啊不 兇人直接射爆了正面的閃避馬 哇靠 這裡這裡 太太太太忙了 太忙了 到底要看哪邊 OK 頭子車終於解掉 馬攻還有28隻 現在這個問題 還是沒有解決 閃避馬還在繞 這裡村民再放出來 又繼續打 這一波讓少年的村民術 直接降到只剩下42村 HERA看到這一波戰果可以了 這一波強軍是打到東西了 趕快開下了城鎮中心 哇 HERA這波打得真的是兇狠 真的是太兇狠了 好閃避馬再走進來 好射一下 走動 走掉箭矢 再點掉一發 右邊再射掉 好少年現在的問題是 村民繼續按 是問題不大 問題是 這邊這些馬攻一直沒有機會 可以去HERA家裡繞 如果能去HERA家裡繞的話 就會很好 但是要繞的話 是要分兵了 全部都去的話 自己家裡肯定會被閃避馬衝爆 自己的馬攻也不一定能抓到村民 像閃避馬的效果這麼的好 所以少年現在有點麻煩 一定要把群軍帶過去才行 如果分一半的話 閃避馬又很容易擋下來 好這一波馬攻又是開始慢慢打出來了 戰場都抽到你家裡 現在要進入鎖城戰 好黃金現在被斷 現在閃避馬按不出來了 黃金這裡趕快補 但這邊已經選擇了種田 這邊在尋找附近 應該是有看到這一個 好但是少年並沒有繼續繞 是選擇了回家 這裡回家是感應到了什麼嗎 還是只是回家又讓勝率補下血 好應該是要補血而已 好閃避馬發現 哎呀這裡有個機會趕快來繼續突襲 好後面這邊開了一個新的伐木場 佳麗黃金 直接拉了十三村過來挖金礦 好這裡直接中了馬攻 躲了一下V陣 繼續貼近閃避馬繼續V 哦V掉 哇又躲掉電視 哈哈哈哈 OK 現在 閃避馬又來一個前後騷擾了 後面這些閃避馬不理他 又抓掉黎春 Hera沒有投降 很努力的 Hera 少年很努力的 再繼續擋住Hera的多線進攻 好殘血的馬攻到後面補血 好這裡再繼續收村 人一來我就收 這裡再挖金 反逼退 好再抓個一村 好這就是馬攻跟閃避馬 兩邊騷擾能力的一個差距在了 閃避馬 閃避馬的直面 衝鋒 這個傷害力是非常強大的 好這邊騷擾 直接招 兩隻閃避馬直接 倒地 但是生女也倒光了 抄地馬這一波衝鋒 直接死了一堆 下面的馬 還在繞 少年這一波馬攻 似乎不是很樂觀阿 一直沒有抓到村民阿 那個村民比數已經61比13 雖然軍事上來說 少年軍隊一定比Hera還要強 但是Hera這邊使用少量的兵力 一直在壓制他的馬攻 這裡串燒繼續串 臨死一串 好剪掉 閃避馬繼續追逐 好回到TC底下 幫忙輸出 收村一下 這裡木桶已經挖完了 馬攻終於開始分隊 20獅子的數量 數量終於夠了 好但是家裡的防守也是很極限 好現在換成Hera開始有壓力了 遊戲時間45分鐘 殺敵數已經來到151跟105了 兩邊已經雙雙破百 這裡抓個兩村 Hera的村民數稍微被平衡了一下 Hera的資源量還是非常領先的 這裡村民收村 只能收15個人 這些村民只能被射嗎 少年不敢直接扛TC的傷害 村民拉了一些往下走 這裡可能要再補一個城市中心的Hera 好 好 穿燒一下 上面的閃避馬回來 好 這波點掉奴套 閃避馬過來一個包抄 這裡會打起來 好 單打一打 跑掉 單子攝影在後面 好 48隻的馬攻 好 好 那目前馬攻勢量來到了50隻 兇人開始補下了二級的工兵鎧甲 Hera這邊要思考事情 要不要轉戰毛病做防守 但一旦進入防守狀態 基本上就是沒完沒了 不然我們這邊就繼續進攻 出更多閃避馬 壓制正面力量 可能會更好 所以 有一些觀眾會問說 為什麼不轉閃 為什麼不轉戰毛病去打馬攻 這件事情 是取決於到底 你要不要繼續有更多的主動選 如果你正面想打贏的話 絕對不能只靠這個戰毛病 還是要派這個閃避馬 去做一個正面的交鋒 一般的馬國的話 就是出這個騎士喔 去跟對方硬砍 驅逐人來說 對閃避馬 對這個馬攻來說 已經算是非常好打的了 好這裡 奴炮高打低 串燒打了非常多的傷害 這裡成對的馬攻 直接正面大集結 後面奴炮繼續高打低 串掉了非常多的馬攻血量 但馬攻血量由於實在太多 現在是一發一支 閃避馬的一個狀態 閃避馬現在打了正面之破 想要看撤離嗎 雖然這邊只要一旦撤離 這裡城堡肯定是蓋不起來 這裡叫了一隻騎士 打掉了奴炮 奴炮直接應聲倒地 這根城堡 最後還是要被蓋起來了 好 49隻馬攻 血量已經半殘了 3400滴血 只剩下1700滴 這個城鎮中心 成功蓋起 現在Hera 還想要繼續延續攻勢的話 最好的辦法 就是繼續出閃避馬 插寶繼續升推 好 正面的部分 閃避馬 往前走 一發一支 閃避馬倒地速度很快 這個拉攻拉得很漂亮 哇靠哇靠 這個很細緻 好這裡把TC 拉走 TC該不好 現在 閃避馬 選擇了 繼續走左邊 下面村民又被砍死 這邊補下新的城鎮中心 現在 少年家裡的狀況也不是很樂觀 好 少年不回舊了嗎 家裡後方的問題解不掉 好 閃避馬又一直來 村民一直被抓 好馬公來了 但左邊又有一坨 閃避馬又再抓村民了 好 重裝長槍兵 終於出來了 有槍兵 終於能擋了 好 趕快來趕快來 好 後面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好 好 這邊決定要轉戰毛兵了 村民術夠多了之後 就可以跟對方做交換了 這個消耗戰 有戰毛的話 打馬公 現在 就會好很多 那待會閃避馬 就可以一直往對方家裡送 家裡用戰毛兵防守 是可以 比較好去做一個調度的 好 好這裏過來 硬吃 這邊已經死了 大概八十村有了 五十三分鐘 兩邊還在撐爆時代 OK 你轉槍兵 我轉戰毛 而且戰毛兵可以吃槍兵 也可以吃戰毛兵 也可以吃馬公 所以好戰毛不出嗎 一個兵種克制兩個單位 好戰毛兵升級好 Hera減下了 銀貫技術 薩地利 待會出戰毛兵 或者是閃避馬 都有這個很好的 能力 去減免食物 好這裡挖金礦又被抓到 太痛苦了吧少年 這一波很炸裂 Hera現在村民術裡先 但是分數我落後很多 因為這些馬公的軍事分數 來到了4500分 所以少年一直覺得自己是有機會的 那確實也是如此 只要這一坨馬公只要不倒的話 少年就沒有投降的 一 只有他的理由在 好上面這塊附近也還在 所以待會這塊金繼續挖 要繼續打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好這個TC終究還是蓋不好 好 好透視車過來 防守戰毛兵 嗚 這一發炸得漂亮 好再一發 頭毛抓了兩村 右邊閃避馬過來 但是這裡有重裝長槍兵 好重裝長槍兵直接往前 閃避馬高打低 但是完全打不已 重裝長槍兵戳馬的傷害 實在是太痛了 好帝龍時代的 兇人已經升級上去 Aura現在也可以點下帝龍時代 兩邊差距大概是兩分鐘的時間點 左邊撲下了一根城堡 現在閃避馬還在繼續出 好再毛配閃避馬 哇這個一直在打村民阿 好閃避馬很好的輸出風間 好正面補下了非常多的馬舟 六個馬舟 四十一隻馬公 四十一隻馬公 好這裡馬公數量來到了四十隻 這邊高打低 馬公傷也很炸裂 哇閃避馬已經真的是彈不住了 雖然閃了很多箭矢 但是一旦不能閃還是要被秒掉 好這馬公的數量還是多了起來 頭車再打個一發 好像打的這一發有點多阿 大概五六隻的戰馬被打掉 這一波馬公再繼續往後拉扯 好閃避馬 好閃避馬點下了 終於點下二級伐木 待會閃避馬應該還是要點一下精銳的升級 那現在少年還是在轉三級馬卡 好轉一些輕騎兵 比較好打這些戰毛兵 好點生物的勝率好像沒看到 好 HERA在後面拖了一個馬就 待會馬就直接在你家產生出來 好這波HERA死傷還是出現了 一隊村民在這裡不敢動 都馬上去爆砍 這邊的部分巨型投資機已經來了 但是少年巨型投資機也有屯喔 屯了三臺 屯在這個裡面 待會一出來可能就要開始拆了 好現在戰毛兵跟閃避馬全部回救 好閃避馬上高地 先上高地 正面扛住肉馬 閃避馬去肉面進攻 精銳吃力 撥馬殺不騎兵 還沒有點精銳 好這一波馬攻數量有點下降 戰毛兵來了 這波不能打了 這25隻打起來有點吃力了 哇這一波很麻煩 這波可能要被吃掉了嗎 好像有機會喔 好巨型投資機現在被攻城 這邊又有一匹閃避馬往前衝了 哇家裡大亂啊 左邊這裡沒有槍避馬 趕快按 好奧命補了一個刺激 這個馬就蓋到60%沒有蓋好 右邊這坨馬攻順利逃脫 左邊的槍兵不知道在幹嘛 在罰呆 可能忘記自己有碰到 哇這一坨閃避馬又抓了非常多的村民 少年的村民速度下降到不到120吋 這邊的城堡 最近投資機差異到就能拿下 很可惜沒有拿下 現在雙方交戰一直在護換家 那很明顯 HERA的換家更上一層樓啊 好現在大槍兵終於升級好 中人有槍兵了 好 正面的黃金 這一塊黃金現在挖不了 HERA待會要面臨一次斷金的問題 那有可能斷金是會先斷輸嗎 還是HERA要先把少年家的村民打到沒呢 現在要讓少年投降的話 就是盡量的多抓些村民城堡拆掉 一波大舉進攻 那少年自然就會投降了 好這一波黃金礦的村民直接被抓光 現在按了巨型投資機卻不能攻城 後面挖礦的村民又被砍死 少年直接被抓到只剩80村 這一波少年肯定要投了喔 HERA這波抓村民實在是抓得太漂亮了 哇還在抓後面村民 正面城堡已經要守不住了 大量三秒直接上拳 砍掉你大量修寶村民 不跟你打什麼陣地戰 我認為是打突破戰 突破你的村民 數量減少了 我就贏了 不跟你打什麼經濟消耗 營運 我沒有一波把你帶走 控土我也不理了 果然少年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勝利 最後HERA真的是 使用了這一招突破戰術 用了一大堆的騎兵 往你加衝 不管你的黃金的控圖效果是如何 他並沒有很堅持要進攻 這些城堡的黃金點位 是直接突破村民數量 下降到一定程度 就可以拿下比賽 少年這邊的想法 可能是馬功還是繼續做個拉扯 拉到自己的軍隊數量大於HERA時候 就可以一波帶走 但是HERA是沒有這個想法 戰毛兵雖然還是有出 但最主要還是靠閃閉馬去抓村民 成為這場主要的戰士主力 這都抓了快了200村 198村 太可怕了HERA 這個閃閉馬的抓村能力實在是很噁心 太可怕了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經濟的能力 HERA的經濟能力是全場最高 黃金甚至贏了快要4000 真的是 雪球滾的有點多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忙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聽到來我們下次見 請點 Susanne 我們抓緊